首先就是很感謝圓滿Youtube的團隊 然後感謝你買結帝給你結帝 還有我四個會記錄 其實我18年前跟因為你也有關係 就是我們大概是同時結帝 然後結帝 18年前 對 然後我們是高中同學也是之前都是在金融業 然後那個中間我下車了 對所以 但是到了去年 前年的年底 應該是前年的年底 對 金融業的時候 就是在重新回來結帝 那當時我自己突然間發現說 那裡的貝尼姐 在貝尼姐 在貝尼要查這樣 我現在原本在金融業 過去就是那個安穩的環境 那在環境安穩的環境中 其實有人真的以被 像剛才已經還在那裡 肯定是會變笨 因為這幾乎沒有在身上 而且甚至是一直往後退 然後梗 你會覺得自己的人生好像 真的越來越無趣 不知道要做什麼 然後甚至離原本的夢想 越來越遙遠 不是因為前年 年底的時候 看到金融的商品 然後 就看到自己 欸 重新回來之後 就發現說 怎麼 18年前認識的一些 朋友們 都還在這個環境 而且 人家已經跟我 差一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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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我就想說 不行 不能在 人生 其實很少有 不知道還有多少個五年實驗 不能讓自己再這樣子 晃得下去 所以我就跟李里姐 討論說 欸 真的很想要離職 然後 就說 好 剛好在去年一個因緣機會下 然後在去年的六月 我就 那個 退休 半退休 然後就是轉職 對 然後在之前其實有跟李里姐 就是聊過 對 然後他也一直很忽略說 欸 真的就是可以給自己更機會 然後我想說 對 以前就是18年前的船 沒有燒 所以 一直 一直就是這樣子那個 過了 過了 對 所以就想說 好吧 就把船燒了 那少了之後 其實就 可能自己的那個 調整 速度太慢了 所以一直都喊 就是慢慢的 順順的做 那一直到 去年 就跟自己講說 OK 我們要出國前 我就跟金兒講說 我要 他說 就是要來規劃一下上分數 對 然後他就說 三月 我就說 我想要二月 所以就喊了說 要二月 可是 雖然只是跟他講 可是 不太敢 就是 喊出來 對 然後每次也是在那邊退退退 然後後來真的就是 金兒就是一直鼓勵我啊 然後 詩惠也是啊 然後 莉莉姐 上次也讓一蠻姐知道的時候 一蠻姐就說 在主持上又叫 欸 這個 書房二月 天啊 我喊出來了 然後 之後那天剛好又跟 綠玲姐 本來是有稍微在討厭 然後 其實 莉莉姐有一句話打動我 他說 不管 就是先喪了再說 然後 不知道為什麼 這句話一直在我裡面 就是男孩裡面一直在 跟我很大的一個鼓勵說 大家都這麼相信 那我好意在自己這麼擔心 那麼害怕 就是先做了再說嘛 所以就是其實我覺得 這條 就是誠言這條路上 初期真的是 要跟自己 要對抗的是自己 然後那種心目 對 當你就是跨出了這一步的時候 其實先把那些 擔心害怕都放到一個 然後就是去做 原本不太感嘆的 也就是先試了嘛 各位然後講說 就做了再說啊 做了再說 就是結果在本來 我們再下一個人 因為這樣子 就很感謝天啊 他的協助 然後 就說我相信很多 就是 願意的協助我們 我們支持 然後 就很順利的在二月份 上升 哇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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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